大家好,我是Stan 在韩索宇李俊宇恋爱消息传出 黑底上传真有趣埃及先动初期 比较倾向于韩索宇的韩国内风向 有了很大的改变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天登上韩国演艺新闻热搜的新闻标题 李俊宇7月份出轨 11月份分手 YouTube圣地巡礼的评论 是熟人还是谣言 李俊宇韩索宇怎么是拿刀的狗 坦白带来的大灾难 与那位分手 韩索宇是看了什么新闻呢 删除留言也无法挽回 承认于李俊宇的恋爱集一天后 韩索宇删除了部落格上的所有文章 李俊宇让韩索宇自己回去 结果连IG都关闭了 成为毒药的SNS 犯罪了吗?地下头的李俊宇 韩索宇怎么办?紧急归国 不要躲在韩索宇背后 李俊宇IG上涌现的恶评乱七八糟 黑底方 对于李俊宇韩索宇的无风接轨解释 也持续沉默三天 无话可回 在标题中也能感受到 韩国媒体们大部分都是报道举集 韩索情侣的内容 而方向这么改变的导火线 是因为韩索宇的部落格留言 给大家快速总整理一下 目前为止的情况 3月15号 一位日本网友在个人账号上 发布了目击到两个人 在度假酒店的游泳池 亲密互动的贴文 从而引发了恋爱绯闻 在李俊宇上韩索宇 双方都表示是私生活无法确认 避开这段恋爱 到底是真还是假的情况下 从2017年开始 与李俊宇公开恋爱 2023年11月正式宣布分手的Heddy 在同一天发布了一个 陷动并留言 真有趣 并取关了李俊宇的账号 接着一些网友们指出 李俊宇和Heddy宣布分手的时期 与韩索宇去李俊宇个人展的时间重叠 因此引发了幻成恋爱争议 对此韩索宇在同一天下午 在自己的部落格 发布了一张手持刀的狗的图片 并直言反驳说 虽然我喜欢幻成恋爱节目 但我的生活中没有这回事 特别韩索宇似乎是 针对Heddy发布的真有趣线豆 他在婚姻中表示 我也觉得很有趣 在三人的关系引起很大的争议后 韩索宇在16号 透过Bloger发文 我与李俊宇确实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并在进一步发展 但我希望排除幻成这一词汇 从而正式认可了他们的恋爱关系 而针对那些看似狗集Heddy的发文 韩索宇表示 那是幼稚且可悲的行为 原本我应该保持沉默的 因为不管如何 关于我幻成的各种谣言都会传入耳中 是我一时失去了理智 做出了不礼貌的举动 并表达了歉意 之后韩索宇也在网友们的留言下回复 展现了他坦率的一面 但是韩索宇试图与大众沟通的留言 再次引发了争议 他在Blog中提到 我听说与那位的分手 是在2023年初已经结束 而分手的报道是在11月发布的 根据这个事实 我确认了自己的心意 并继续了这段关系 对此很多网友们指责 身为第三者的韩索宇 这样公开吕俊年和黑里的分手时间 是不礼貌的行为 韩索宇回应说 分手的时间并不是私下得知 而是根据去年6月的报道整理而写的 如果这样是不礼貌的 我会删除它 我这样做是为了证明不是换成恋爱 但现在看来这样做似乎也不妥 而对于韩索宇的留言 分手的时间是根据去年6月的报道整理的 很多网友们却表示疑惑 因为去年6月在韩国发表的 有关吕俊年和黑里的报道 只有一则 是有关 黑里在一个综艺节目中表示 有时候一天都收不到一条Cocoto消息的发言 这句话当时被媒体与他的公开恋爱对象 吕俊年联系在一起报道的 所以根据韩索宇的说法 他不是直接从男友吕俊年那里得知分手的时间 而是通过去年6月的一个综艺节目中的片段 判断了吕俊年和黑里是在那年初分手的 韩国很多新闻报道指出 既然吕俊年和韩索宇都断然否认是换成恋爱 所以吕俊年与黑里的分手时间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 但问题是作为第三者的韩索宇在公开场合表示 吕俊年和黑里是在2023年初分手 这就不可避免的引发了关于这一事实真伪的争论 与其他艺人不同 韩索宇选择不透过经纪公司 而是直接在社交媒体上正面迎战 试图解释情况 但是随着反驳和批评的持续 他删除了自己的留言 并迫使他关闭了部落格 之后IG虽然也暂时转换了非公开 但目前已经重新打开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拿到的照片真的太过分了 这是危险吗 这个女演员的人品到底怎样 既然用拿到的照片来解释 两个人都变成了非常不透析的形象 情绪成为态度的典型例子 真是轻浮啊 不过好在我现在知道了 果然明星也只是人士 观看外表不知道 年轻男女恋爱后分手是可能的 但看了韩索宇的回应后 对他彻底失望 每次看到广告都会不舒服 感觉韩索宇非常冤枉的被扣上了 女君女因为炒房地产和各种争议等等 而拥有的负面形象 没有做的话该有多好 特别是那张狗拿刀的照片 真的毁了形象 现在都有记者说 韩索宇是女君女的守护者呢 最荒谬的是 当事人女君女卑鄙的躲在女方身后 如果她真的无辜 不是应该能够公开立场吗 就是因为有亏咎的事情 所以才无言以对吧 这种人如果在电视剧或电影中装酷 会很令人厌恶的 但是也是有网友们表示 人怎么可能在所有事情上都保持理性行动呢 尤其这次是自己躺着中枪 他才会失去理智 你们现在也是失去理智的 在攻击他 却在指责人家对应的不好 你们能不能停止折磨人了呢 一直都不相信韩索宇的解释 对Haley却保持着 Haley那样做应该是有理由的 就这样装睡的人 还有那些仇讽说 Haley也没有提到主语 为什么含一个人在激动呢 等你们希望收到天前 然后引起这一切的Haley 对她也是变得没有好感了 你们就是坚信一定是幻成 说Haley浪费了七年的时间 但他们两个人都说了不是幻成 而且难道交往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吗 吕君姐也花了七年的时间 为什么你们一直认为是幻成呢 39岁的人去年11月正式宣布分手 4个月后的3月开始交往 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指责呢 只因为前女友的一则 莫名其妙的IG限动 我真的无法理解 如果这是偷拍实况剧的话 请结束吧 我之前就觉得 韩索宇情绪有些不稳定 因为也有家庭的问题 我很担心她会做不好的选择 大家 她并没有犯罪 为什么要这么攻击她呢 你们究竟收到了什么损害 以至于昨天今天 就像疯了一样的在辱骂呢 就好像是现实生活中解决不了的事情 都要在网上发现 只要有一点争议 就像发了疯一样攻击 不管现在谁对谁错 确实有点担心 韩索宇目前的状态 我也看到 韩索宇的IG天文底下 有很多用中文留下的恶评 真的真的拜托 看影片的大家 千万不要去做那种不理智的事情 所以 对于韩索宇 Regener Hedy 目前为止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